窗口前一大片红色疤痕 旁边还有点破皮 而且伤口周遭 还有一点一点的过敏反应 看在家长心里 实在心疼不已 西隆市有名家长 日前指控女儿的学校 消极处理受伤问题 他发文表示 上个日28号的下课时间 有名小朋友 拿同学的水壶装满热水 疑似是要故意恶作剧 水壶主人得知后要拿去倒掉 结果这名小朋友 又从后面撞过去 导致热水洒出来 泼到经过的受害女童 这名小四女童当下 马上跑去告诉老师 但家长控诉 老师只有请她去保健世界 吹风机把衣服吹干 没有关心孩子询问伤势 直到家长放学接送 才发现伤口破皮流血 长出水泡是二度烧烫伤 老师是听到 这个学生表达是衣服湿了 因此当时老师并未意识到 学生有被高温的热水泼到 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对这个事件 做通盘的了解 校方表示老师当下并不知情 是热水造成 而且校户也只有听到孩子 说要解吹风机 完全不知道烫伤的情况 但家长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 毕竟孩子明明就有说 老师校户却是消极应对 延误就医 让小朋友也只能忍耐 不敢再多说些什么 那后续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给家长做最大的协助 家长认为本来应该是要 最安全的校园 却因为多个环节的疏失 造成严重伤害 尤其是中低年级的孩子 为何可以使用热水 未来该如何防范 学校得要好好检讨 TVBS新闻的新闻 来听基隆采访模特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